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谈谈医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DNA疫苗。 加入我们,深入了解DNA疫苗的历史、它的工作原理及其对医学界的影响。 准备好在我们的频道上了解有关这种神奇疗法的所有信息。 DNA疫苗 DNA疫苗是一种全新的创新疫苗接种方法,与传统疫苗方法相比具有多项优势。 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将一段致病病原体的遗传密码引入体内,然后触发免疫反应。 这种反应不仅有助于预防目标疾病,而且比传统疫苗持续时间更长。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们将深入探讨什么是DNA疫苗、它们的工作原理、它们的好处和局限性,以及它们对未来疫苗接种的潜在影响。 因此,事不宜迟,让我们深入了解DNA疫苗的世界。 这个概念是如何开始的? DNA疫苗的概念于1990年代首次提出,但直到最近,该技术才发展到足以使其成为广泛使用的可行选择。 DNA疫苗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它们的,多功能性。 与仅限于某些类型病原体的传统疫苗不同,DNA疫苗可以设计为针对多种疾病,包括病毒、细菌甚至癌症。 与传统疫苗相比,生产是可扩展的。 与传统疫苗相比,DNA疫苗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更快速、更轻松地生产。 这是因为制造DNA疫苗的过程相对简单直接,不需要培养大量的活病原体,这既费时又危险。 赋予持久的免疫力和记忆力 DNA疫苗因其提供持久免疫力的潜力而大有可为。 这是因为引入体内的DNA提供了对病原体的永久记忆,使免疫系统能够快速识别并应对未来接触到的任何疾病。 这与传统疫苗形成对比,传统疫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效力,可能需要加强剂来维持免疫力。 需要无障碍交付方法 然而,DNA疫苗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地将DNA引入体内的递送方法。 这一直是DNA疫苗广泛使用的主要障碍,但最近交付方法的进步使它们更容易获得。 最有前途的递送方法之一是电穿孔,它涉及使用温和的电机暂时打开体内细胞,让DNA进入。 DNA疫苗的安全问题 DNA疫苗的另一个挑战是确保引入人体的DNA是安全的,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然而,疫苗中使用的DNA体积小,而且它会被体内细胞迅速降解,因此不太可能造成任何长期伤害。 此外,疫苗中使用的DNA经过精心挑选和设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任何潜在风险。 迈向高级临床试验。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DNA疫苗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已显示出可喜的结果。 已获批使用的DNA疫苗是Innovio Pharmaceuticals研发的债卡病毒疫苗。 这种疫苗使用一段DNA,为体内细胞提供指令以制造一段债卡病毒,触发免疫反应并提供针对疾病的免疫力。 监管批准带来乐观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疫苗已获批使用,但仍相对较新,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尚不完全清楚。 然而,早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和COVID-19疫苗在控制大流行方面的成功让人们对DNA疫苗的潜力产生了极大的兴奋和乐观。 持续研发,随着DNA疫苗领域的研究和开发继续进行, 我们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看到更多用于更广泛疾病的DNA疫苗获得批准。 概括,总之,DNA疫苗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新方法,可以提供针对多种疾病的免疫力。 它们的多功能性、生产速度和持久免疫力的潜力使它们成为预防和控制许多疾病的有吸引力的选择。 尽管仍有挑战需要克服,但针对债卡病毒的DNA疫苗的成功凸显了这项技术的潜力以及它为未来带来的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喜欢并订阅,感谢您观看这段关于DNA疫苗的视频。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意见,请随时在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